OK 我们N加继续 还是从教育准则说起 做什么 看什么 貌似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很多人就做错了 尤其很多人在做中长线的时候 经常去看日线 不是说日线不能看 猫过来了 你先自己玩 你先自己玩去 这个中长线 比如说我们做周线的时候 甚至做月线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看日线了 同样的 做日线的时候 也不用再去验证着来 很多人说我月线上找买点 周线同时是买点 日线同时是买点 好不好 没必要 太累了 日线级别 中短线 更多是短线 日线级别是中短线 周线和月线级别 肯定是中长线 对吧 这个中长线就没什么可说 中长线你管它短线怎么做 做中长线 一定要做中长线的觉悟 允许它有一定的回撤 然后之后再涨 允许它有一段时间的不涨 然后之后再涨 都是有可能的 短线就是短线 短线我们说要求的是精准 中长线做的是确定 对吧 短线精准 判断下手都要很精准 中长线 慢慢等 等待着机会 等着有机会了 知道要涨了 买了以后 它的是拿着 你别天天看 天天看日线 然后天天下午自己玩 那你就没有这一波利润了 你要拿的是一个长线 别在乎那几分几毛的 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盈亏 没有意义 所以做什么 看什么 就大家经常问到的就是 要不要去反复的去看 要不要去怎么怎么样 不用 不用 真的不用 就好像你不用说 我去做一只股票 很多人说用那个 价值投资 分析财报 对吧 看基本面 再说一下我的观点 基本面 不是不能看 财报 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也很好 你看你的 但是大多数人不需要看 而很多人看完以后 看完了以后 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 我们真的成年人的世界 很少说对错 但是我就说这是错误的认知 为什么呢 觉得财报漂亮 然后呢 这只股票任由它往下跌 这对吗 投资为了啥 为了什么 投资是不是为了盈利的 那跟财报漂亮有什么关系 漂亮的能涨 如果财报漂亮的能涨 就不需要我们技术分析了 对吧 这个你可以 如果你本身看懂财报 你说一些好公司 我在好公司里边找买点 这个思路是可以的 但是不代表它就不会跌 不代表它就一直能涨 不代表它跌完以后还能涨 一个财报原来漂亮 有没有可能跌着跌着 之后它不漂亮了 是有可能的 而且我们一直说财报是之后的 基本面你所有消息都是之后的 好了 做什么 看什么 所以别拿一个漂亮的财报 很好看的基本面 然后说这只股票就心里有底了 然后你随便去做 那肯定是不对的 挣不到钱 好吧 下一个 止损 止完损就别再看了 这件事好不好做 好不好理解 好理解 这个事不是不让大家去复盘 该复盘的时候看到止损线为止 止损之后的部分 跟你没关系了 你也不用看这次止损只对了 没有 不用管 止损早就定好了 止损属于你的交易计划的一部分 交易计划 有交易计划的规则 有交易计划具体怎么制定的方法 该有止损的时候 把止损 这个stop loose 做好 做好止损 碰到就止损 没什么可说的 止损以后 别看了 这只股票跟你没关系了 真的不用再看了 你看完了涨和跌 你都不舒服 止损就别再看了 这个 没什么难理解的 好了 我们下一个 讲一个顶部的风险识别 顶部确认 这回的前提 不是底了 顶 顶部的前提 一般都是长时间 或者大幅上涨以后 有的是涨了好久 一直这么涨 就没有急速拉升 我们一般说 见顶需要有一波急速拉升 但很有可能 这种 有的股票 确实没有 很罕见 一般都会有 一般都会有 遇到这没有的 就一直涨 涨了好久 或者说 大幅上涨 就不用说了 那就是急速拉升 对吧 我们就随便画一种 然后我们说之后 发生什么事 有的时候 既时间又长 又大幅拉升 一般来讲 上涨都是长这样的 涨上来以后 怎么样呢 我就不改颜色了吧 我就以这个色盲盲式来画了啊 连续多少个阳线 我们什么叫急速拉升 一个阳线 两个阳线 至少两个 有可能三四个 五六个 十几个都有可能 连续高位阳线以后 出现了第一个阴线 出现了第一个 这看懂吧 这个空心的是阳线 实心的是阴线 出现了第一个阴线 好 第一个阴线有什么要求 这是那第一个阴线 第一根吧 第一个阴线 好 这个阴线有什么要求 怎么就判断 这一根阴线就能见顶了呢 一定是前提 别忘了 缓慢上涨 急速拉升 一般都有这过程 但是无所谓 至少这有连续多少个阳线产生 这是不是都是中阳线 大阳线 这个没有关系 连续多少个阳线之后 第一个阴线 这第一个阴线 实体比较大 大到多少 要低于 这是最后一个阳线 低于这个阳线的 开盘价 并且低于 倒数第二个的 这是第一 倒数第一个 这是倒数第二个 对吧 这是第一个阴线 就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的前一个 它的一半 实体的一半 也比它低 那这个阴线就代表 非常强烈的下跌意愿 和下跌的看空的力量 我们说原理图的时候 这一般来讲 见顶 见顶 逐渐大中小 长不动了 这是见顶 对吧 见顶了以后 直接就暴跌吗 不是 但如果直接暴跌 赶紧在这都卖掉 这是一个顶部 非常确定的顶部的识别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00157 这一波上涨 涨上来以后就是它 你看中间没有过这种情况 对吧 不是说我们找了一个顶部怎么样 这次不是 这不是 这不是 这都不是 这一个不代表什么 这一个也不代表什么 真正什么代表呢 这一个 这是倒数第一根 就是最后一根阳线 这是之前的一根阳线 这两个的阳线 我们说 既要比它低 阴线的收盘价 也要比它的一半要低 那这个收盘价明显在这 低于这两个 彻底结束这波上涨 而且这是连续 最后是连续动了阳线上来 这未必非得是急速拉升 但一般来讲 很常见是急速拉升 不是必然的 对吧 所以这儿 这儿赶紧外 外完以后 这不可能涨了 涨不上去了 之后就一路下跌下来了 这儿其实已经涨了好久了 已经涨了好久了 就涨了 涨了挺远的了 也涨了挺久的了 差不多了 这一个阳线代表 下跌力量非常强 好了 这是一种情况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002 046 同样这个 是这个 10月22 对 这个我标的就是这天 同样的意思 一波上涨 你看这儿已经确定的急速拉升 产生连续动了阳线 中间伴随着大阳线 中阳线 其实想卖在这儿 在这儿都可以卖了 愿意等一个阴线就等它 这个阴线又挺大 而且这个收盘价 低过它 也低过它的一半 那就来吧 对吧 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 一个点 30159 我们多看几个例子 所以有的时候 盘面上表现的会比较复杂 首先我们看 这波上涨 我们先且不论这一波到这儿 算不算涨了好久 涨了好高了 我们就说这个阴线符合要求 这不符合 包括这个也不符合 对吧 这个收盘价比它低 符合一个要求 同时我们要求 这个收盘价要比它的一半要低 至少要在这个位置才行 所以这不符合要求 还能涨 这个符合要求吗 也不符合要求 再往后呢 直到它 这是个阳线 这也是个阳线 这两个阳线 它的收盘价 比它俩的收盘价都低了 比它的开盘价低 sorry 这一个比它开盘价低 不是收盘价 它比它的开盘价低 并且 它比它的一半也低 这个阴线到这儿 彻底宣告这一波上涨结束 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 刚才是不是口误说错了 对吧 这是开盘价 这个字没写错 刚才可能有的时候口误说错了 这图也没画错 开盘价这个位置 和它的一半的这个位置 它要比这两个都低才行 同时符合要求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顶 这是我们日线级别的顶 我们判断说这一小波日线的行情 有时候涨了一两个月 什么时候见顶呢 这是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之后学的更多 你就能知道更多的顶部的风险 好吧 我们今天到这 谢谢大家